中選會公布 14號凌晨起 竟公投引述民調 為者最終罰500萬 下週六 就是九合一選舉投票日 中選會表示 11月24號投票日前10天 也就是從14號零點開始 禁止以任何方式 發布有關候選人或選舉的民調 也不可以加以報導 散布 評論或引述 中選會也提醒選民 以及所有政黨候選人 投票日當天禁止在網路 LINE FB 或任何形式的進駐選活動 如果違反規定 最高可除500萬元發還 在投票場所 禁制區範圍內 當天禁止從事任何活動 包括公投的宣傳活動 禁制區以外的範圍 也不能有進駐選活動 中選會提醒 候選人或政黨 印發宣傳品 因親自簽名 宣傳品的張貼 限制於候選人 競選辦事處 政黨辦事處 及宣傳車輛 不可以在道路 橋梁 公園 機關 學校或其他公共設施 及其他用地 掛進選廣告物 政治中心 台北報導